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蕭若元案最新进展 当然了 运水就不会跟我们讲的 是Patreon而已 其实很不地道 不要说大匪你当然啦 你不喜欢蕭若元 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这件事如果真真正正运水 他本身是支援过一班年轻人的话 这样即是所谓的同路人 即是说他为争取民主出钱出力 这样是不应该 即是说蕭若元起码都叫做堂堂正正的QL 不要在这里说国安法要拘捕人 这样你是什么人 你蓝道入骨 是不是 过去什么食民主 什么理念 即是全部都假的 所以为什么你见到我讲蕭若元我很滚 因为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借民主之名食人血饭头 找到大把钱的时候高高在上 结果当人家提出质疑的话 他就叫国安公署来搞运水 那我们不要管运水是否先 但是你这样做是否不易 我不知道跟他行下一起的人会不会出来说两句 包括赵善轩之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运水他没有真真正正支援这些过去冲击的年轻人 那怎样 即是你脑冻他 跟着你在网上不停讲 叫国安公署去调查他 我就问多一句说话 如果你作为一个人 大人大意好人一个的 你怎会这样做 你可以逐点反驳别人 别人讲的故事不对 就是我经常做节目 你连正式回应反驳我都无 其实就是这件事 当然 邵先生很厉害的 今天台湾是刑事检控 不是开玩笑 但是很多年前 老萧跟陶军龙吵架 老萧在节目说 阿土不寄律师信给我 他就是正契弟 跟着到阿土 陶军行真的寄律师信给他的时候 那时候 老萧又要在节目上吵他老母 看来这个仆街老母 凶多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 是啊 即是不寄律师信给你 就正契弟 到寄律师信给你的时候 你就在节目那里凶他老母 所以 混水的老母 凶多吉少 但是我觉得是对的 一个不停高举言论自由 不停地讲到自己如何如何的人 但是只要别人提出质疑 提出问题 他从来都不会正面地回答你 反而就是搞你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萧若元真面目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安典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im 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多年 为十八至四十七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息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 港币十五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十八到三十一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办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五十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席 无论在香港 英国 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